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Undersprong 那麼今天呢又回到我們的 Thermo MyKennison的模組教學時間啦 沒錯 那麼我們現在升上這套呢 就是我們的MyKennison的MyCast Week啦 就是我們的MyKennison的最終的裝備 然後呢我們也做出了改裝戰 改裝戰可以看一下我們裡面有裝出的東西 基本上我們把可以裝的東西全部都裝進去了 其實裡面的東西其實都蠻貴的 可以看一下喔 控制一個比如說電容的 電容的還是平的 比較麻煩的大概像這個 充能分配 可以讓所有裝備比較均勻的去分配電量 就是它會平均耗電 而不會只有單一的部件消耗電量 然後在我們上一次結束之後呢 就蓋了一個傳送門 然後到我們那個地方 就是我們的核分裂的地方 然後就可以開始發現 喔 這邊其實有一點點微微的輻射 這原本輻射其實更多喔 就是 呃 當初是在做實驗的時候把那個 不小心把那個 放射性肺料筒 不然把它打掉 然後結果裡面使用過的核肺料全都跑出來 然後全部都是在 在空氣中這樣子 那一開始的時候只能穿那個 防輻射衣喔 嗯 防輻射服喔 所以要放下去 然後那輻射服呢 就是可以讓我們穿的時候 不受到輻射的侵蝕 然後 就開始 左手製作了這些東西 我們做出了一整套的全自動的東西喔 這邊搭配了 Thermo series的東西 現在作為發現這個東西到底要怎麼用 它這邊顯示這些東西就是代表說 就是左邊放一個液體 然後右邊放一個液體 然後它就有源源不絕的鵝卵石啦 然後這個的話是增加它的產的速度 所以每個都有加一個 對 然後呢 再來這邊的話就是 我們看到這邊在壓鵝卵石 把鵝卵石壓成立石 然後立石再壓成碎石 碎石壓成火藥 那碎石變成火藥之後呢 加上氯化氫可以變成硫磺 好 我們就有無限的硫磺粉啦 那無限硫磺粉呢 要拿去做什麼呢 好 搭配一下那個 硫磺粉的話 它會變成二氧化硫 好 就是把它變成液體的概念 把它變成液體之後呢 我看到 喔 有 這邊就是有 有看到的喔 這邊 然後加上這個 加上二氧化硫 加上氧氣 就會變成三氧化硫 那三氧化硫呢 拿去加水蒸氣 好 三氧化硫拿去加水蒸氣 變硫磺 好 硫磺呢 再拿去跟銀石 配在一起 好 把銀石溶解 好 銀石就可以變成那個 喔 這個 銀石會變輕浮酸溶液 好 要搭配硫磺 好 硫磺我們現在有無限的了吧 然後 這邊的話 需要用到 黃炳柚 那這個柚的話 是拿柚錠 然後拿去腹肌腸 給一個變兩個 那 我們已經耗很多掉了喔 私底下回去挖很多礦 呵呵 那我們這邊就有氧化柚啦 氧化柚再加上 輕浮酸溶液的話 會變成我們的 氧化柚 會變成六浮化柚 沒錯 這邊一整套的公式就是這樣子 簡單來講呢 就是把 把我們的二氧石 二氧石慢慢用用用用 二氧化柚 二氧化柚 二氧化柚再加上氧氣 變成三氧化柚 三氧化柚 然後三氧化柚呢 加上銀石 三氧化柚變成 好 這邊 三氧化柚加水氈氣 然後變成硫酸 變成硫酸之後呢 硫酸就可以把銀石 變成我們的 輕浮酸溶液 然後再加我們氧化柚 簡單來講 這最終就是有 輕浮酸溶液跟氧化柚 然後最後就可以變成六氧化柚 那六氧化柚呢 就比較簡單啦 直接把它接到我們的 紅衛素離心機 就可以把它變成我們的 核分裂的燃料啦 沒錯 然後我們就直接把它倒進去 就變成異裂變燃料 變燃料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製作我們的 核分裂的反應啦 然後我這邊呢 就是直接倒出核廢料 那核廢料的話 拿去太陽蠔中 自活化去 然後會變成我們的 最後撲呢 再慢慢加加加加加加 來就變成我們的 補舞球 我們就可以拿出 所有有關 麥克內森裝甲的東西啦 沒錯 哇 花了非常多時間 不錯 花了一大堆的時間 我們終於 終於把這些東西給做完了 哇 太棒喔 呵呵 那基本上呢 我們麥克內森 主要的目標 好 就大概是到此啦 那這邊的話 就是搭配一些東西啦 就像那個 熱力蒸餾這邊呢 一樣是製作我們的鹽水 兩把水倒進去 然後就可以塗鹽水出來 這邊的話就是用比較多層 用比較多層才可以直接 導入的速度比較快 對 很多很多水在導入 導入導入導入 瘋狂的導入 好所以這樣水倒一倒咧 那完全要記得的就是呢 我們的蒲跟我們的 使用過的核廢料 然後跟我們的 最後剩下的 核廢料 兩種 一個是核廢料 一個是使用過的核廢料 還有跟我們的蒲 他們都會有輻射值 所以基本上 在傳遞的時候呢 基本上就不要再用其他的液體導管 就是可以用Magnison專屬的導管 那把它導過去之後呢 因為Magnison的導管 它本身還有一點點儲存空間 導進去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說 先在管線裡面做一個儲存的動作 那儲存到基本上 比如說我們把蒲放到加反應室 那放進來之後呢 如果這裡面的蒲已經滿了 那它會開始儲存在它的管道裡面 這樣就不用再多耗費一個 放射性肺料桶 你看這個廢料桶呢 它會慢慢的消耗 慢慢把我們的核廢料慢慢代謝掉 那代謝掉這樣有一個問題就是呢 如果我們蒲一次放太多進去 那這樣的話 變成說這邊的核 這邊的輻射會越來越高 所以呢 在做的過程中 稍微就是用高級一點的加管道 然後讓蒲存在餘管道裡面 那也不會有太多的放射性的問題 那也不會有額外的蒲去指導到消耗 沒錯 哇 這就是我們一整套的 算是核分裂嗎 差不多吧 核分裂的製作過程 這個製作過程已經跟 我們的IC2或是跟那個 呃 還有一個是又有關的 Reactor吧 沒記錯的話 就跟那兩個模組的核分裂相比的話 這個已經算比較簡單了 還沒好多的蒸氣 呵呵 OK 那 稍微可以來介紹一下身上這套的 裝備啦 那這套裝備的話呢 我們 安裝了在帽子部分安裝這個 輻射防護嘛 全套都有輻射防護 也是為了說那個 不要有 不然會有那種 核的那種傷害 攻擊我們這樣 那 嗯 帽子這邊裝了有視覺增強 視覺增強的話 按下 特定按鍵 一樣是 麥克尼神那邊按鍵可以自己設定 喔 就變綠綠的 喔 其實這種綠綠的跟夜市很像 只是 它比較特別一點 喔 沒有趣的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是 電解呼吸 簡單講就是水下呼吸啦 然後這是 雷射耗損 雷射耗損的話它會 喔 有些我們會有雷射槍 喔 有些這個 麥克尼神裡面好像有雷射相關的東西吧 然後不要 為了不要被雷射 攻擊 受到太多傷害的話呢 可以用雷射耗損 喔 就去做 王護 能量的話就是加大這個 電容量 1.63gm1 哇 非常非常大 呵呵 還可以用太陽能充能 好 就是我們在太陽底下 基本上就可以慢慢充電 好 而且充電的時候又是平均充在我們的 裝備裡面 所以就是蠻方便的 那這邊的話呢 那這邊就是 蓋格 蓋格的話 是可以幫我們顯示一些東西 那腳 可以顯示我們環境中的輻射值 我們在左下角 這樣 然後那個 MSV MSEV 那一個的話就是 這環境中有多少的 豪的輻射 多少豪的輻射 多少豪這樣的輻射 那 那下面那個MSV的話就是有關自身 自身有多少輻射值 在身上 那多少的輻射值都會有影響到自己身上的健康 那扣起的速度也會有影響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翹翅 然後還有翹翅的單元 基本上這翹翅就是 用一些小工法去的 然後再來是中力調節 中力調節的話就是用很肥的啦 就這樣放開 然後再按一下翹翅 然後你可以跟翹翅一樣 飛在空中 滿有趣的 然後再來的話是 最後一個是能量 一樣的能量 就是 增加這個電容 好 那腿的話呢 防腐色 這個是 機車助推 機車助推的話 它有一個功能就是 可以讓我們在陸地上 水平行走的速度變得更快 可以增加我們的衝刺速 跳躍高度 衝刺速度變得更快 呵 這個速度變得更快 好 再來是 有一個是 對 是耗水一樣 進水推翅 好 進水推翅就是我們游泳的速度啦 看我們可以衝刺的多快 好 在水中其實速度也可以很快 呵呵 好 如果我們撇開飛行的話 喔 那是這個 然後這時候也可以開夜水 喔 游泳速度非常的快 這大概就是 延伸中的一些裝備的特性 這個很方便的就是 可以直接 在水裡 用更快的速度 好 好 再來是 第二發電 第二發電 有一個很有趣的點就是 我們碰到岩漿 然後讓我們裝備燒起來 它不會耗太久 反而會增加我們的 電量 很方便 很方便 一類的 一類的充電吧 這邊的話就是 鞋子的話剩一個 就是 支鐵 然後就是 讓我們可以 吸東西 好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 麥卡工具 最後一個最麻煩的東西 攻擊增強 挖一下就直接死 敲一下就直接死掉 好 左下角可以看到 損壞 爆破半徑 爆破半徑的話就是 挖的範圍 然後 擴展礦脈挖掘的話 擴展礦脈挖掘就是 我們只要挖了一個礦 然後它會連同其他的礦脈 一起挖掘掉 然後我們也去運用程式 這邊有煤炭 可以把他挖掉 這邊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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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就像連鎖挖礦一樣 它會一同的 被挖起來 這邊同樣也是 喔 點一下 其他的 只要是有並連著 跟連鎖挖礦的判定一樣 只要有腳對腳的連接 或是 橫向連接 它都會被挖起來 所以呢 其實這些都是還蠻方便的 也蠻方便的小工具 好 再來是 空津經典 空津經典的話就是幸運的 非常簡單一點 挖掘提升 然後 礦脈挖掘 好就是 放大 好 這就是我覺得算是 最終裝備有趣的點 就是 可以挖得快 然後也撿得快 好 衝啊 按著左鍵然後往前衝 就可以把東西全部都挖掉 好 加上那個磁鐵的關係 會一直吸在我身上 OK 哇這邊擠壓都被清乾淨 然後至於為什麼會死亡呢 因為 那個 我們在做 河的那些測試的時候 我們現在的話 基本上就是看我們現在身上燃燒 也不會受傷 然後它的 也會讓我們有那個 充電的效果 呵呵呵 我覺得還算蠻 誇誇當的一個裝備 呵呵 整套整套都非常的強大 空津沒挖掘就 爆破半鍵應該還會 空津沒挖掘回 再來基本上就是食物的問題 食物就只能 因為這個 我記得買Nason好像有 可以幫我們禁止 嗯 好像這個 喔對了 還沒講到我的工具 我的工具還有一個功能 是可以傳送 傳送單元 呵呵呵 按右鍵可以直接傳送 喔 只要有知道東西 可以直接傳送過來 超誇張的 OK 那麼我們這次的買Nason 喔 就大概先介紹到此啦 那這次除了用買Nason之外呢 要開始 作手去研究我們的 Thermal Extension 或者是說Thermal Theorius 這樣的模組名稱叫Thermal Theorius 比較特別 然後 東西其實 呃 這樣簡單一點 就是它比較 它沒有在那個 NEI上比較完整的去顯示說 這個東西該怎麼使用 或是該怎麼去操作 這個在NEI上面沒有比較明顯的做法 就比較可惜 因為這樣變得說 蠻難看的懂 說這個東西到底要怎麼弄 所以我們當初用的那個 Thermal 的時候 我也是摸不著頭緒 就東西一直弄 還是弄不出來 不過麻煩 那不過呢 我們除了有 除了用那個 Thermal 之外呢 其他的Thermal 的東西 都可以開始使用啦 好 我們看一下 這些小東西的話呢 我們就私底下的時候 再來製作 好 電爐啊 然後具體一些 有什麼沒有的東西 全部都把它做出來之後 大家來看一下 好 到時候可以知道 有什麼用處 然後 有什麼功能不一樣的是 然後呢 畢竟是 有關Thermal Theories的東西吧 那我就想要來重建一下 這邊的 農田啦 這邊在製作一些農田的時候 想要可以做一些 比較好玩的食物 好 不是有什麼吃麵包 然後也會開始去 管理這些村民 好 希望我們可以 知道有用一點 呵 蓋個鐵人塔 或是 用什麼東西 之類的 好 稍微妥善去運用一下他們 或跟他們做交易 大概就變成啦 然後 再來還需要的就是 喔 剛剛說了吧 農田 重新 建造 好 這是除了我們的 一般的這個田之外呢 喔 把它拆掉 好 等到時候呢 喔 有關 Thermal的田 都蓋完了 然後 確定都OK了 然後再去 開始錄製 這邊的話 地形應該會做一個 好的一個更洞 然後把這邊整理 乾淨一點 平一點 畢竟我們現在有 賣卡工具了 哈哈哈哈 好 那今天大概就是 介紹了有關 所有mine condition的東西啦 那這邊跟大家 重整一下 從一開始的時候 mine condition的話 要去玩原版 去挖礦 那要挖的礦呢 不外乎就是 一般常看到的一些 比如說鐵礦 鉛礦 還有錫礦 銀礦各種 只要可以在有關 mine condition的礦物 都把它挖回家 那挖回家之後呢 開始 喔 最重要應該算是 挖額礦吧 因爲礦呢 可以做出我們 第一個工具 應該說第一台機器 然後出一個複集艙 喔 這個複集艙呢 做出來之後 當然就是我們 第一個最重要的 那當然做出複集艙之前呢 應該還有一個重點 應該是要做這個 呵呵 野精灌注機 灌注機的話 只要一個而定 我們再有個而定 就可以做開 灌注機 灌注機有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 做我們的鋼錠 還有我們的一些 像這個 複集合金啊 然後 或是我們的 這個 基礎電路控制板 然後 有這些東西之後呢 就可以開始 著手在我們的一些 基礎的 機器上面 玩個複集艙 然後 或是 粉碎機 然後 我們的 進化艙 然後就可以開始 著手製作 那 著手製作出來之後呢 開始就可以往 比如說 或是武器啊 因為像 馬克力森本身它有一些 比較特別的 裝備跟武器 甚至我們都沒有去穿 因為 呵 基本上用不太到 呵呵 像是我們的一些 巧克力鑰匙的衣服 巧克力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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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然到了後期的話呢 就可以開始選擇 比較昂貴的 可能鑽石裝 玉水裝 等到最後 真的有時間了 像我們一樣 搞出了核分裂 就可以製作 你的Minecast 還不錯 還不錯 整個這樣 麥克力森玩下來 基本上我也還蠻 開心的 因為這樣子 可以 比較理解麥克力森到底 在怎麼用 然後這些東西 要怎麼運作 然後之後要製作的話 要怎麼樣去精簡化它的 線路 這一切一切呢 都還蠻好的 一切都往著非常順利的去發展 好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我們 有時候 有空的時候可以去做這個 我們的數位採礦機 可以幫你挖礦 挖木頭 之類的 可以幫你挖木頭 好 儘管現在我們木頭可以 不太需要去挖 也不太需要用 用手 應該說 用機器挖 挖很快 好 但 逐見看它被破壞掉其實還蠻好玩的 呵呵 然後這樣身上有時間 對不對 好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 大致上 就是這樣子吧 麥卡尼森其實 沒有太多太難的東西 主要一個能用的大概就是 比較好用的大概就是 風力發電機 跟那個 原子分裂機吧 呵呵呵 這個非常便宜 這我覺得在前期來講 算是蠻便宜的 有一點鑽石 黑曜石 各種小東西 然後跟鵝礦 紅石鐵 好 東西混在一起 就可以變成我們一個很強大 然後單純吃電的一個工具 啦 所以基本上 蠻推薦大家 騎手前去做 原子分解機的 可以讓自己的 玩起來更輕鬆一點 好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等我們下一集 下一集準備好要來 製作我們有關 Thermo Expansion的東西啦 那順便把我們整個的村莊 稍微整理乾淨 蓋個幾片填出來 有關Thermo的 有關Thermo的東西 全部都製作一遍 那 基本上 我們的Thermo Mechanism 應該可以在 十級以內 甚至八級七級以內 全部給它完結掉 那 如果有一些比較 算是 自動化的東西 自產自銷 運用自己的東西去發電 或是 用一些 細節的東西 然後去做一些 小小的 偷吃物 那些東西 我只會用孔子帶過 因為 還是希望大家可以 比較 踏實去玩啦 呵呵呵 那 基本上 我們今天的 Thermo Expansion 應該說 Thermo Mechanism 新的模組 教學 差不多 該到此結束啦 那麼一樣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在右下角的訂閱 右下角的喜歡 那如果是手機觀看者 或是電腦觀看者的話 在訂閱旁邊 有個小小的鈴鐺 剪下去 我第一次出片 或直播會通知你們喔 那麼這部片上的日期 應該是在 2023年的1月2號 沒錯喔 那麼現在 正式跟大家說一聲 新年快樂啦 那2023年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我 之後會開始做 越來越多的 模組教學 然後跟一些 各種遊戲的直播版 因為畢竟 嗯 有些新的東西 可以開始拍給大家看 那因為 在下的 顯卡 終於升級啦 悄悄的升級到 我們的1060 6GB的 顯卡啦 還不錯 那可以開始 錄製一些更多的東西了 像是我們的七日殺啊 然後是我們的 靈魅死線 甚至是我們的 漫漫漫長夜 沒錯 這些東西我們可以 開始去錄製囉 那希望大家可以 在新年一年 多加支持我 那希望 2023年 可以達到 1000訂閱嗎 都好 呵呵 好啦 那就下一集再會啦 大家掰掰